都很少有好的feedback 因為我自己也覺得有很大的進步空間 無論在唱功方面 表演方面都是 其實不是說你想得多就有信心 其實如果你想得多 但你做得不好都是不好 好景不會每日常在 天堤不可指往上爬 愛的人會有一生一世嗎 大概不需要害怕 所以其實要關乎你私底下的練習 是不是真的夠了 你才會有那個信心 你自己覺得私底下的練習 你給自己分 你覺得會不會容易 不滿意的 是啊 所以我從來都不覺得自己是一個很勤力的人 因為有很多人給我加勤力 但是是一個很幸運的人 唯有再勤力一點 因為如果給你有天分的人加勤力的話 你就會輸得更加慘 所以唯有更加 就像這段空閒的時間 就不要浪費了 如果你悲觀地想 你就會覺得好像浪費了很多時間 但其實樂觀地想的話 你有多點時間去增值自己都是一件好事 我覺得有批評的話 就真的代表你做得不好 不關你是不是新人或者歌手 盡量聽大家的意見 不要太自我很多地方 因為以前是很內向的 很多想法是 只是跟自己說 不會跟其他人說 就不太好 而且你也要聽其他人的意見 以前也是一個 不願意聽其他意見的 現在會慢慢學會接受別人的意見 因為我不改變就被人罵了 所以要改變了 因為入行的時候 也不太懂得和大家表達自己的意見 所以現在的話 就起碼敢表達自己的意見 令大家知道你在想什麼 就會少一些誤解 這件事其實是很值得需要學習的 以前身邊沒有什麼朋友 會和你提醒 現在多了很多身邊的人 提醒你 你就自然就懂得歌 我同樣 什麼都不可以 你對我們的歌 把歌唱給它 就是關於 你至少 好 我 我們 我們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